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Edison 和大家聊古典樂事的時候 香港古典樂團早前公布了2022至23年度新樂季的節目 不過其實都是說頭幾個月9至12月的節目 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因為現在還是疫情的關係 未來還是充不確定性 一個不幸又來一波的疫情 隨時令到公佈好的節目都可能要取消、延期等等 所以港岳決定將節目分階段去公佈 絕對是無所謂的 而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一堆公佈的節目中 有什麼我認為是大家絕對值得留意的 首先要和大家推介的就是 Yup 終於回來了 為什麼要這麼興奮呢? 因為疫情關係其實Yup 回來了的機會 真是少之有少 雙手指可能都數得了 甚至他試過真的回來了 但是突然之間因為 染疫的關係 整個COSER都要取消 那麼他就迫於無禮 在香港 旁邊都要回到歐洲、美國表演 跟香港的觀眾真的無緣 所以接下來這個樂季頭幾個月的節目 總共有六場Yup 會在此指揮 還有大家要記得的就是 他其實已經公佈了 在2023、2024樂季之後 他就會退任的 換句話說 在香港Yup 和香港果然樂團 一起去演出的機會 其實已經是踏入了倒數的階段 所以真的可以說是買少見少 有得聽的 都盡量可以去聽一下 捧一場 他其實接下來的六場 就包括玩開幕的節目 貝多芬第九交響曲 布魯克納第七交響曲 馬納第一 Sostakovich第九、第五 和柴露夫斯基第六交響曲 這些都可以說是很重要的交響曲曲 大家有興趣 當然要去捧場 在公佈了這麼多的節目之中 我個人覺得最有趣最有創意的 一定是《帝女花》 沒錯 真是帝女花你沒聽錯 這是一個跨界別的演出 由豬團指揮廖國敏去指揮 還要在12月23、24日 即是聖誕節 去聽港樂玩帝女花 就這麼說 都已經覺得是一個 妙想其開的一個音樂會 而這場音樂會 是一場電影音樂會 其實是紀念《帝女花》65周年 同時會播出這個 任白所做的《帝女花》電影 就特地改編成 一個交響詩形式的 帝女花的古言樂 絕對是值得期待的 另外一場同樣都是由廖國敏指揮 也充滿創意的一個音樂會 就是Kamiya Buwana 即是布蘭斯歌 他們會跟香港巴黎舞蹈團 一起的一個跨界演出 即是又有音樂聽 又有舞蹈體 雙重享受 大家記得留意啦 當然啦 這個新樂會也不少得 每年香港古言樂團的重頭節目 就是Symphony Under the Star 今年安排在11月12日進行的 會由漁龍指揮 同樣是在中環舉行的 所以大家記得按下日子啦 去到最後 當然還有我個人的私心推介 就是在10月5日至9日做的茶花旅 為何是私心推介 因為我都會有份做 希望到時能見到大家 今天的推介就到此為止 希望下次再見到大家 拜拜